上個禮拜主要是針對日期 函數部分做說明,裡面會用到幾個啦,像today 跟now 那我有講過實際上,today跟now最大的差別是now裡面還有時間 那這個時間的話基本上在Excel裡面 他就是 一天就是一啦,數字整數一 24小時的話,一個小時就1.24分之一啦 OK 那所以如果你想要了解,那個一整天呢,比如說 其實二十四分之一好像沒有辦法整除,二十四分之三好像有辦法整除,就0.125,所以你可以在旁邊H輸入一個 假設輸入一個0 然後底下下一個儲存格輸入0.125好了,假設你今天 0.125,然後呢,把這兩個儲存格呢,讓他 等差的去產生到1好了 有沒有0的話是當天的12點 1的話呢是隔天的12點 那中間的話每三個小時,所以你可以假設啦,這個數字 時間的部分 放在這邊好像有點 OK 那 假如說你把0 到0.125 0.125實際上就是 二四分之三嘛 其實就是 八分之一嘛 八分之一的話呢 那如果說我今天 把它格式化,其實就三個小時,所以你如果把它格式化,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化的話 那你會發現,這個時間就會出現了 時間的部分,我們找那個時間的格式 那找有10分秒還有AMPM 這個好了,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它格式化的結果 0的話呢,就是當天的12點 正 然後呢,三個小時之後的話呢 其實就0.125,你會發現 它格式化的結果 那特別是,如果你要格式化,一定要透過一個叫tine的函數 去把它分別格式 那tine的格式裡面呢 又必須還要 如果你要把時間拿出來,你要配合hour 如果是小時 小時是hour嘛 分的話是min 時間是second 所以基本上它的 大概的概念是這樣 也就是如果你要計算的話,你要分別 先用tine函數 然後呢,裡面如果你要加一個小時的話 那你就要再針對hour後面再去做運算 OK 不能夠直接運算 如果你直接運算,一定會出錯 因為之前有同學 問到那個像kpi 計算這個人,他可能花多少 日期跟時間的話 那如果你不懂了這個概念 你可能時間就沒辦法算了 所以這個地方我順便講一下 日期就是 整數嘛,一天就是 所以你會發現,假如說我把這個格式 這上禮拜才講過,就是如果我把今天的日期 它本來的格式,假如原來是長得像這樣子 就是用那個日期格式 那當然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裡面是格式成年月日 那如果說你今天要 知道說裡面到底儲存什麼 其實我上禮拜有提過,你把它格式改成那個通用格式的話 那它就會出現什麼? 它就會出現整數部分 那now的部分因為它有時間 所以後面會有小數點 那today的話因為它就是算到12點 所以它不會有小數點 兩者之間的差別 那其他上禮拜還有提到有關 我們可以如果要把這個時間分割的話 假設我這邊儲存格式改成有 時間好了 時間的話 選這個 年月日時分 然後呢 你會發現呢 如果我要把 它的那個年抓出來的話 如果又要是民國年 那我可以用year的方式 上禮拜有提過year 然後呢如果說我今天 要把那個月給抓出來的話可以用month 日的話呢是day 周的話周期就是weekday 除了用這個方式之外 另外一個方法 有沒有我們用年月的方式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先把這個格式怎麼樣 先轉換成 這個文字 用文字的方式切割 不過呢文字的部分 你必須要先怎麼樣用 那個test函數 如果我今天希望顯示的就是像那個我們綜合練習體裡面 看到的這個格式的話 就綜合練習體裡面像這樣 民國年 然後呢 分格符號用點 月的話 月跟日都是兩碼 還有周期的話 這個應該有印象嗎 我們上禮拜有用到按右鍵 出這個格式 那你可以怎麼樣呢 先找一個接近的 那個中華民國立裡面的 接近的部分 再制定一下 然後可以把什麼把那個斜線改成點 斜線改成點 另外的話呢 M如果要兩碼 就是把它改成M 然後這個 日的話就改成D 那另外周期的話就是刮鬍 裡面放A 應該有印象嘛 然後呢 如果你做完之後你可以把 這裡面的格式複製一下 放到哪裡呢 這個制定裡面的這一個東西 基本上就是 可以放在那個test 有沒有test其實你可以把 剛剛那個制定後面那個格式 放到他的format test 那test他主要做什麼就是幫你把 你原來看到的只是表面上的格式 變成真正是一個文字 那真的是一個文字你才可以用像laps 像mid的函數呢 去做切割 OK這一點還蠻重要 那test函數 在 實際上工作裡面 用到的機率其實還蠻大的 因為如果你不懂的test函數 那你可能就會 想要抓什麼資料 奇怪了怎麼抓就抓不到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真的把它轉成文字 上禮拜有demo 如果你用laps 直接抓裡面資料 他會是什麼 4000 432吧 還是多少 反正 因為他會直接去抓那個數字裡面的前三碼 那你就會抓不到你要的資料 所以這個概念大概要有一下 如果有的話 後面呢 你要再處理資料就會簡單很多 那其他的話呢 像dative 上個禮拜有提到 如果要算精確年齡的話 那我們可以 利用dative裡面的那個Y 然後YM YM實際上就是忽略那個年 因為已經年算完了剩下的日 那md的話呢是忽略什麼忽略年月之後的天 所以算出來的話呢就會是像這樣的結果 OK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假如我要把dative的公式 今天接著來看 要把它跟VBA串聯 不過呢會有個問題喔 就是說我先把這邊先稍微做格式化一下 反正這只是好看而已 那 假設我今天希望在旁邊多一個按鈕 這個按鈕按下去之後呢也可以幫我顯示像 這個 剛之前我們計算的 睡幾個月幾天好了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當然喔 你要想說有沒有什麼方式呢 可以取代那個Excel裡面這個dative函數 後來發現了在VBA裡面真的要完全取代dative這個函數 還真的有點 找不到 也就是說沒有辦法沒有一個函數可以完全取代dative 那也就是說其實dative這個函數太好用了 可是問題是如果你又要能夠在VBA裡面實做的話 其實另外一個方法 就怎麼樣呢你可以喔 直接把什麼 把這個公式 直接怎麼樣呢 直接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然後特別注意喔公式直接丟儲存格裡面喔 讓他可以被我執行 那也就是在 按下按鈕的時候呢 我們其實是丟公式 而不是丟一個什麼 像之前是VBA運算好把一個結果丟出去 那可是問題怎麼樣把公式 放到VBA裡面 那其實最 重要的目的就是說以後如果你有很多公式啦 反正你也可以直接放VBA直接丟出去就可以了 他也可以達到 自動化的目的 那可是要怎麼做喔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我們把它輸出到H欄 在這個裡面 有哪些技巧喔 今天教各位啦 如果以後你有寫好公式你要丟到儲存格其實非常的簡單 你只要記得喔 你至少兩個重點你可能要稍微注意 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也許是在 這邊喔 把它 開發人員裡面喔 其實在講義裡面也有喔 那個 我丟公式的步驟 第一個一樣的在我們的那個 這邊插入一個模組 一樣插模組嘛 那模組裡面的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裡面的話呢 也許這個程序名稱我們叫做什麼呢 把它叫計算好了 比如說計算那個 日期 就是計算我們的 到底這個人他的 真實的 年紀到今天為止 所以也許這邊的話給他一個叫 計算 OK 假設這個名稱 按個確定 接下來的話呢 我要怎麼 剛好丟這個公式 其實特別注意喔 第一個呢你先把回圈先跑完 4i等於15列到19列 所以你就打一個 按一個Tab鍵 打一個 4i 等於 15列 到 19列 OK你就大概算一下 那你也可以向他追蹤啦 不過這個底下如果你要向他追蹤的話 這邊可能有問題喔 就是你可能要把 底下這個說明這些 這些東西刪掉 不然的話 你向下追蹤可能會失敗喔 因為如果你有這個東西啊你Ctrl向下你會發現喔 Ctrl向下 他會跑到什麼 跑到 下面那個資料 因為這個資料其實不應該存在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刪掉 然後再 向下追蹤的話 也許 A15 Ctrl向下 剛好就跳到 19 那當然我前面有講過啦 你可以把這個19 改成什麼呢 你用 Range 這個當然 經常要打一下 Range 然後從什麼呢 從A的15列 幫我向下追蹤 向下追蹤的話 點END END 然後呢 前刮弧 向下追蹤 XLDOWN 後刮弧 點 點ROW OK 就是抓到他的哪一列嘛 這個前面好像有講過蠻多 那 再來的話呢 所以這個是補充的 講義裡面好像沒有打這一串 直接打15啦 那再來我們要輸出到哪裡 你告訴他說我要輸出到那個我們的 H欄 H欄就是Sales 瓜虎哪一列呢 I列的 第H欄 H 所以這邊打一個H 等於什麼呢 先打一個空字串好了 那怎麼樣把公式帶過來 其實你就先把那個空字串先打好 再來的話呢 你就第一步記得 把之前的公式 找到之後的話 這個裡面儲存的公式第一個 把這個公式怎麼樣呢 第一個呢直接把它複製 複製之後的話呢貼到哪裡呢 貼到我們的 這個 這個雙引號裡面喔 第一個特別注意喔 你要貼要會貼喔 不過貼之前呢 請各位注意一下喔 貼之前請你先注意兩個問題 必須要解決的 第一個問題呢 就是 如果你原來的公式裡面呢 假如已經有雙引號的話 特別注意喔 像這個Y 前後都有雙引號 那你要特別注意如果你把這個公式呢丟到這個 VBA裡面的話 會有個問題 他會分不出來 就是說 到底你這個雙引號是 你原來VBA外面的 還是 貼上去公式裡面的 所以怎麼辦呢 你要有一個方法讓他區隔喔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上面這個公式要貼到VBA裡面的話 記得第一件事 就是如果裡面有 公式裡面有雙引號的話 那請你把 公式裡面的雙引號 變成一個雙引號變兩個雙引號 特別注意喔公式裡面的都是兩個 那VBA外面就是一樣保持 不然的話他沒辦法區分喔 OK這一點一定要注意喔 那也就是說有幾個方法啦 就是說你 把這個上面的公式複製之後 貼到我們這個 雙引號裡面的時候 然後再去修改 不過這個方法我不建議啊為什麼因為你會發現 從頭到尾這麼多 而且有的時候到底有改沒改喔 反正有些時候你都搞不清楚 所以我教各位另外一個方法 當你貼上之前如果你的雙引號特別多的話 我是建議你乾脆用記事本 記事本做什麼呢 把它先貼到記事本 那記事本裡面有個功能嘛 應該各位也常用到吧 編輯裡面有個取代 取代做什麼呢 就是一個雙引號 變成兩個雙引號 這樣就好了 那好處是什麼呢 絕對不會錯 取代喔一個取代成兩個 取代一下按一下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呢 原來你的雙引號 一個就變兩個了 一個就變兩個了 OK 好了之後再把同樣這一段呢 複製一下 貼到哪裡呢 貼到剛剛sales 的那個idh欄 裡面的後面這個雙引號 表示說呢貼上它就是一個公式 那將來呢 他就會幫你把 這個公式呢 丟到你指定的儲存格裡面 那丟進去之後他就自動幫你執行起來了 就是這樣一回事 就等同是你自己敲 敲上去的 所以把這個公式呢 把它貼上去 好 特別是 先貼到記事本裡面 用 取代的方法 一個變兩個 這樣是最簡單的 而且比較不容易錯 因為我以前我也是傻傻的 自己在那邊 就是 一個變兩個 一個變兩個 但是常常會出錯啦 因為再怎麼厲害 眼睛總之 可能或者 因為你一個不專心 就少取代其中一個 那你的結果就會出錯 好 第一個做完之後的話呢 第一個問題 就是把那個公式 直接從我們的 Excel裡面 複製過來 不過複製的時候記得喔 你游標放上去喔 假設你複製公式完之後 記得要先取 取消 插插一下 不然的話你現在 游標切回到VBA 你會發現 點不下去 如果你發現點不下去 主要原因是因為 你現在的游標 其實還在什麼 資料編輯鏈 所以你一定要先按 取消 才能夠切的過來 這一點可能要注意一下 好那我們試試看 如果已經做完了 而且公式也貼上了 那我直接在VBA裡面按下執行的話 執行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執行完畢之後呢 他有沒有顯示出來 到H欄裡面呢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裡面 他就幫我把什麼 剛剛這個公式 丟到這裡面 15 到19 全部丟了 但是問題喔 奇怪 所有的 資料 第一個是對的啦 對不對 可是底下都說為什麼 因為 我們在這個底下 把它切過來看 這個 公式裡面呢 他就15列 這個也是15 每一個都是15 意思就是說呢 應該還要注意第2件事 就是把原來的那個公式裡面的15列 要把它改成I 因為你沒有變成I的話 他不會自動 向下一列 所以呢 我們還要再改哪個地方呢 記得喔 在VBA裡面 裡面喔 第二個是什麼呢 看到這裡面的話 有15對不對 這個15呢 你要做什麼呢 特別重要 把它改成I 那特別重要 你不能直接說 把15 delete掉 然後打一個I 不行 那怎麼做 前面還有講過類似的 很重要嘛 雙引號 就是15選舉起來 雙引號雙引號 移到中間 and and 再移到中間 打一個I就可以了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前面的這個字串 把它分開來 跟後面的字串分開來 那分開來之後呢 用串接符號 串一個I在裡面 那VBA裡面 and前後都要空白 所以你再把那個and前後呢 的空白 再把它補上去 就完成 把I串接上去 的這個結果 那另外還有一個什麼呢 後面還有 總共15 B15的那個15總共有三個 有沒有 所以你必須後面這邊也是一樣 所以 雙引號雙引號移到中間 andand再移到中間 打一個I就可以了 再把它空白 這樣就OK了 15也是這樣 你也可以偷懶一下 前面也可以把它複製 其實做好一個 你就把雙引號到雙引號複製一下 然後再到15的地方把它貼上 其實這樣也OK 15的部分 把它貼上 OK 就大功告成了 OK所以兩件事 如果你要把公式貼到 VBA裡面讓它執行的話 第一個 確認有沒有雙引號 如果有變兩個 第二個件事就是把15列 變成I I的話就是I列 這邊把它執行一下 看看會不會OK 執行 你會發現 它的結果就跟旁邊是一樣了 然後再做個清除的按鈕 那清除按鈕我們前面講過了 其實可以把 這個計算 把它 再複製到底下 這邊改成清除好了 那清除裡面的話 其實非常簡單就是把它裡面東西變成空的就好了 那空的就是把這個後面這一串 公式怎麼樣把它刪掉 留兩個雙引號 這樣子就清除了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有計算 也有清除 那最後的話你就自在把 旁邊這個按鈕插入那個表單控制項的按鈕 在旁邊加一個什麼呢 加一個 計算 的按鈕 OK 然後呢再加一個清除的按鈕 這樣子就 大功告成了 這個方法其實非常重要 因為以後如果你的VBA 假如不會寫 怎麼辦呢 至少還可以 用那個貼公式的 就是把公式丟到儲存格的這一招 至少他會執行 而且不只是說只能輸入 一個欄位 如果你有很多欄 A欄 B欄 C欄 你可以一直丟丟丟丟丟丟丟 他全部都 自動就完成了 這一招其實還蠻好用的 所以清除 計算 這樣子 我們就完成 那當然在講義裡面其實應該也有那個 對應的那個 我們這個 這個城市 企業 對應 對應